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络不仅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也让很多人因为网络而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 这里是北京市朝阳区一家快递公司的基层网点 今天的投诉电话是这个月以来的第二次 这让网点承包人戴东升很生气 动不动就要投诉我们 因为我们生存快递的这个内部监管是非常严格的 发生投诉之后成立之后 我们的罚款也是非常重的 这样的投诉在快递行业里时有发生 今天上午快递员送完快件后 不可认为并没有把他的快件送到 于是打电话投诉快递员没有送货 而且服务态度不好 一来二去当然他总打电话误会业务员 业务员明明送了 但是他又说没有送 一来二去这样误会业务员 让业务员这个肯定也有点心浮气躁 再加上这个收件人呢 确确实实在电话当中呢 就是说话比较难听 就是直接就骂了我的业务员 就是直接开口大骂 如果这次投诉成立 戴东升承包的网点 不仅要被总公司罚款 而且还会被扣除年底的奖金 被投诉的快递员 在我们的镜头前也不愿说什么 于是戴东升让客服查起了快递单号 因为每次送完一个快件后 顾客都会在快递单上签字 这也是以后避免纠纷的凭据 您去这个足道管理这看一下 是不是前台那个和您认识给您签了呀 如果您不信的话 我可以让那业务员拿个底单去看一下 这个字绝对不是我们自己签上去的 您可以核对一下笔记 让谁看一下是谁签的 好吧 嗯 好 现在再见 很快客服找到了快递单 原来是顾客把两家的快递员弄混淆了 他没有收到的快件是另外一家快递公司负责派送的 为此顾客也打电话向戴东升澄清了误会 尽管如此 这次投诉还是影响了他们的时间和心情 但是这是戴东升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每天快递到货分两个时间段 早上八点半和下午三点 在东升承包的快递网点有五个快递员 负责十几个小区的五万多户居民和一百多家公司的快递收发工作 平均每天的快递量达到一千多件 对于快递员来说 这不仅是一个巨大的体力劳动 而且与顾客发生纠纷也是常有的事情 快递是送货上门 无论是市层二层三层我们都送货上门 但是就是说有的时候确实业务员 因为业务员都是一个人负责一个区域 有的时候业务员一个人是没办法搬的洞 或者是抬的洞 给客户打个电话 想让他一起帮着往上抬或者是往上搬的时候 那么有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客户就是很刁难 有碰到很多这样的客户非常刁难 就是什么快递都是要送货上门的呀 动不动就要投诉我们 快递员装完货后纷纷开始出发 带动生留在家里还要处理一些快递单的输入管理工作 说一件人详细性命 就是学钱说的在网上会查得到 带动生今年27岁了 来自内蒙古的一个小乡村 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企业管理专业 那时帮毕业的带动生留校负责招生工作 随后又在福建考过红薯 卖过板栗 但是都赔了钱 直到2012年的12月份 带动生开始进入快递行业 这也是他经过几次艰辛的创业后 才做出的选择 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 就会面临着发哪家快递 包邮不包邮 然后出来的时候呢 看到大街小巷都有很多业务员 过来过去 那么交流和聊天之间 也知道他们业务员的收入都很高 然后每天送很多件 感觉这个行业的业务量非常大 而且我觉得这个 网顾的崛起和快递的迅速发展 这两个起来非常好的一个良性 相互良性的循环作用吧 就是相互带动相互促进的这么一个作用 我觉得包括现在也是 我觉得未来的这个快递和网顾的发展 还是在增长 由今随着网络的普提 各种各样的网络商店 如雨后春笋般兴起 这也为快递行业的成长 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 带动生看准了这个机会 通过朋友介绍 向家人亲戚朋友 凑够15万元 承包下了这个快递网点 但是在真正进入快递行业的时候 带动生很快就后悔了 快递行业是一个 在外人看来 只是认为快递行业 这个业务量非常大 这个非常赚钱的行业 殊不知从业务员 到我们经营者是非常辛苦 操心 包括体力上 心理上 都是非常压力大的这么一个行业 刚刚解决完一个投诉的问题 带动生今天 还有一件更烦心的事情 就是一个快递员突然辞职了 由于没有人员储备 带动生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工作 自己去送 对于带动生来说 他的主要工作都是送快递 而是挖掘和维护客户 因为发建的利润 要比送件的高 这也是他的主要利润来源 所以快递员的突然辞职 让带动生非常着急 我们也着急 有很多件没发送 收件人还想第一时间快收到快件 他都是大箱子 我一个人去往外抱箱子 我就几个箱子往公司抱 抱了来回不下五趟 其中有两趟我都摔到地上了 那个时候 说真的 心很酸 眼泪都要流 中午回来后 带动生没有顾得上休息 他要赶紧在网上招聘快递员 由于快递员门槛低 不需要学历 而且收入还不错 所以没过一会儿 就有人过来面试了 能吃苦吗 没问题 我以前是出对的 出对的 出三年 你要想干的话 你就跟着我的业务员跑两天 三天之内咱们相互跑 三天之内不行的话没有工资 行的话直接把这三天 给你算入那个工资行列当中 因为我看你离带比较近 比较方便 然后正常的收入 咱们每个月大约是四千到五千块钱 没有不管吃不管住 面试完快递员 戴东升还要去一家网店客户结账 每次去那里 戴东升都要认真地打扮一下 他告诉我们 那里有一位他心仪的姑娘 这是账单吗 就是他一段时间的账单 这多少时间呢 这个 这 十天 十天这么多 这大概多少 这个 两三千张 两千多张 嗨王老师 那个单子给你送过来 这个位吧 平时也来 因为有时间这家公司发的货比较多 有时间他们忙不过来的时候 帮着包一包 一些大件什么的 为了安全着想 也是过来多摘来加带 或者多着包 对 要是下午能早一些来的话 你就早些来 有一个大货 行 下午我 或者你让你家小孩来 没有我过来 下午我一个小孩 我就送完了 你们过来 好嘞 下午又有个大货是吧 嗯 行 那我先走了 王老师 拜拜 她叫王瑶瑶 是戴东升心仪的女孩 王瑶瑶是学舞蹈专界出身的 由于当初没有更好的工作 所以两年前她和姑姑在北京租了一套房子 共同经营一家化妆品网店 戴东升还清晰的记得第一次到这里懒夜幕时见到她的感觉 王瑶瑶所在的化妆品网店主要经营韩国的品牌 全公司只有六七个员工 每个人各司其职 有产品宣传包装 推广 还有客户 从最初 每天只有几十件的发货量 到今天已经达到五百多件 王瑶瑶的网店 也成了戴东升最大的客户 现在一个人几乎是三四千吧 现在一般都是白脸和一些女孩啊 宅宅宅女们和一些办公室的白脸金脸 特别爱网上公务 所以说他们最好的时间 经常是在晚上十段 和上午下午 上午是九点到十点 下午是两点到四点左右 这段时间一段 对他们来说是最佳的购物时间 在一个不大的空间里 几个人一派电脑 便可以完成产品的推广和销售 再通过快递 送往全国各地的客户手中 如今网络已经深入我们的生活 网店省去了实体店的租金 也减少了工作人员 而客户足不出户 便可以购物天下 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王瑶瑶在公司里 主要负责财务 发货 以及库房的管理工作 这就是他们的小小的库房 每天发往全国各地的货 都出自这里 你这每天都什么时候发货 一般如果是多的话 我们基本上四点多就开始包 最多时候也包过多少个 五百 五六百 你们这库房比如怎么管理 会不会东西在那里面坏了 怎么着 这个不会 因为我们这个库房 除了冬天的话 我们这个门是新弄的 是想重新弄一下 基本上温度这一块还可以 然后像之前的话 钥匙只有我一个人有 所以他们拿货的话 都有找我 我会出现收货的问题 每天下午四点钟 客服开始统计销售量 准备发货 每到这个时候 也是大家最忙 最开心的时候 因为这是一天收货的时刻 这时大家都会放下 手头的工作 过来帮忙 然后等着快点员 过来取货 当大家包装完所有的货后 戴东升如约来到这里 因为今天还有一件大货 需要他亲自来包装 对戴东升来说 每天穿梭在大街上的快递公司 多达十几家 竞争异常激烈 他必须做好服务 才能稳定住一家客户 在最初进入快递行业的时候 戴东升还清晰的记得 一次维护客户的经历 我觉得有一天最清楚的 就是没有车了 那么有一家公司 必须要求在六点钟 把劲去走 那么没办法 我一个人 而且他这个公司 发的都是大箱子 我一个人去往外包箱子 箱子又不能弄湿了 我就几个箱子往公司包 包了来回不下五趟 其中有两趟 我都摔到地上了 那个时候 说真的 心很酸 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特别是作为一个长久的客户 我刚和你提到的是 面临很大的竞争的 很大的拼的 拼的第一是价格 第二是速度 第三个就是服务品质 如果说客户让我们取货 或我们要取客户货 我们和客户提出太多的要求 或者想和客户提出太多的建议的话 恐怕就是失去这个客户 每次来到王瑶瑶的网店里取货 戴东升都很高兴 他觉得王瑶瑶没有继续跳舞 而是开了网店 和自己算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这也让他有了面对王瑶瑶的自信 张老师你觉得王瑶我这一站还可以吗 这个都不会上镜头 瑶瑶 这个肯定都不会 你们俩长得还真挺像的 王瑶长得像 拉宝吧 我也长得那么漂亮 我太单身了 张老师 这小时候做什么 而且在今天多大了 二十几 二十七 做啥呢 熟虎 不合适这一样了 是吧 啊 王瑶 张老师 就王总一支钱 或者给我介绍对象的 对 我们王瑶瑶就行吗 哎 好便宜 快 我们去的时候 他早都说了 他推了他几年了 下次一个 Пока 印发�ave 哈哈哈哈哈 我们从这边公司成立开始 就一直更带截 我看他跟他们都很熟了吧 除了工作的话 就是平时私下的关系也很好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忙碌 所有的货已经包装完毕 戴东升还要把他们装车 拉回公司进行分类 这一天对戴东升来说 充满着忧愁 欢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天下午七点左右 各路快递员开始陆续回到公司 但是此时一天的工作并没有到此结束 他们还要把一圈收回来的快件 进行打包分类 然后再送到下一个站点 这些快件便可连夜踏上 去往全国各地的路上 反正最晚就是扯一宿打包打一宿吧 就是你像这种月份 假如说人家着急 明天必须给人发 或者是明天上午就要给人转转 这时候这种我必须进来完成 大约忙过了一个多小时 快递员纷纷开始下班回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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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鱼》 由于是一个人生活 店里的一些琐事都要戴东升自己完成 每天晚上必须要给电瓶车充电 还要把它们锁在一起 这是戴东升的主要财产和工作设备 不能有任何闪失 这个车每天都这样锁 对 就每天都这么锁 因为之前有过丢车 而且经常性的会有投电瓶 投车的都有 就锁了过一个保险一点 怎么你以前被丢过吗 丢过 原来同时买了两辆新的第二天走人 用了一天第三天走人起来剩一辆新的了 今天由于一个快递员辞职了 戴东升送了一天的快递 晚上还要继续忙活 戴东升告诉我们 自从干了快递行业以后 再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 每天都是这样从早忙到晚 而且每次过年回家的时候 亲戚朋友都会很羡慕他 能够在北京开个公司 他们以前我就是哎呀 大老板回来了 哎呀 当老板了 发达了 都是这些夸张 就是纯粹赞扬我的话 其实我还没有达到那一天 等着一切忙完后 到十点多戴东升才能吃晚饭 这几天也才算真正结束 一大早 昨天面试的快递员早早来到这里 这位新来的快递员叫徐恩宇 他的到来让戴东升的团队再次进入了正常方法 在戴东升负责的区域 一年前这里每天的快递量是500多件 现在每天达到1000多件 更多的人选择在网上购物 网络也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而且这个数量还在增长 速度很快 前景也很大 我就始终有个梦想 就是有一天 开着一辆豪车 回家光通要组 对吧 让家人风光 在村上 在镇上 让大家都是 赞运有家 但是我现在 慢慢接近我这个 慢慢一步一步 再往我这个梦想上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